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BS的话是数据库安全管理系统 我们通过提供内部网站为开发人员 DBA数据库分析师提供安全的可视化的数据库管理服务 用户的话可以通过DBS轻松实现数据访问 节奏管理 实现控制 趋势分析 慢查询 SQL优化和其他操作 那产品的核心的话是为了保障数据安全 那同时的话我们也支持包括像MySQL Redis SQL Server在内的多种数据库类型 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的一个服务支持 那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选择以内部开业的方式实施DBS项目 我认为的话我们首先需要考虑更清楚项目的特征是什么 首先的话你得搞清楚你的项目特性 第一的话是同一软件架构 那在DBS项目之前的话 由于业务需要公司内有很多类似的系统 基本的话是由一到两名员工开发完成的 功能的话相对简单 而且的话其实只对他们部门内部服务 所以的话团队成立初期的话 采用了公司内部使用广泛的前端和后载框架 可以让这些类似的系统同学的话 开发同学参与即来 参与到我们项目中 然后大家合力来做一款产品 那关于产品的可持续性 作为开发重要一环的话 虚拟户管理作为核心系统 我们首先要保障好工具的一个持续稳定一行 满足97.95%的一个可用性 同时的话团队的话也要持续的去迭代功能 满足更多的业务场景 然后解决他们的业务问题 安全性上的话 该项目的话可能设计一些用户隐私 产品隐私这些 所以的话我们会非常重视代码安全 产品安全 所以的话会选择内源 开源的这种方式 同时的话团队每天的话都会采用工资 代码安全上的工具 继续圆码扫描 这样的话团队能够及时的 快速的发现安全问题 并能够及时的收复到 那作为一个员工发起 一个由下至上推动的项目 我们也面对了一个很多挑战 在腾讯 因为拥有庞大的产品线 大量的业务 所以应用于不同产品 不同类型的数据库 以及略有不同的数据库管理方案 那这对数据库管理的话 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要求 信任式的话 就是DBS通过一个标准化的功能 以便满足了大部分场景 那同时的话 我们统一了开发语言规范 因此的话对于DBS项目 更多的同事的话 通过内部开源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这是产品接待更快的一个好的方法 那这样的话DBS既有内部影响 也有外部影响力 那在内部的话 它是提高研发效率的一个好工具 那在外部的话 它已经成为一个出色SaaS平台 那与其他团队不同的是 我们的团队的话 大多数PMC开放人员和空前者的话 都是由用户成长起来的 它不是有某个团队领导的 那这样的话 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应对场景里的需求 当然除了确定项目开发模式方向之外 做好项目管理也很重要 那在内源项目中的话 面临着与VM开源项目相似的问题 那如何将来自不同技术方向 和不同团队的开发人员团结起来呢 那我们总是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那DBS项目的话 会给大家提供一个技术发展的平台 每项新功能上线的时候 我们会把作者名字夹到上面 并且的话 定期会给工前交通同学一定的激励 同时的话 不同团队会有共同的业务需求 那像团队协同的话 也是内源项目的基础 这些团队的话 会提供人力出来提起完成相应的需求 那这块的话 对项目结代的话也是非常重要 这里再讲一下团队建设 DBSO Team的话 是由PMC成员和其他贡献者组成的 那PMC的话是项目管理委员会 那这个规模组织的话就相当于就是 我们主要是负责项目规划 结构设计和设计管理 而其他贡献者的话 就负责通过编码实现特定产品要求 并且的话能够处理社区 还有相机的项目里面的一手 在这要求中的话 我们将特别注意安全性相关的要求 或者说以PMC就是核心业务相关联的要求的话 由主要团队来完成 那其他像一些紫需求 或者说其他紫产品 就由OTEM成员来满足 以去保每个成员的话 都能做到自己擅长的事情 最后的话当贡献者提交代码时 PMC成员的话会进行代码审查和功能测试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去保产品安全 同时的话尽可能提高产品的一个迭代效率 那像其他开业项目一样 内部开业项目的话 必须要保证它的一个透明度 首先的话关于里程碑 团队的话会定期组织会议 讨论指定合理的计划 每个版本的开发进度也要透明出来 同时的话我们也非常注重质量 产品的话会进入速度化测试 一个的话是节省人力 然后一个的话是保障质量 同时的话我们会提供快速搭建的一个开发指导 包括像怎么去搭建一个前台的开发环境 还有后台一个调试环境 同时的话也会给参与者提供一个 就是开发框架的学习文档 这样可以帮助他快速的学习 我们的项目的开发语言 还有那个代码规范 那这些的话在我们项目主页上的话 都是透明的 同时可以提供给使用者和参与者 通常经过近两年的发展 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 包括项目迭代 宣讲 论台运营 以及上线了很多产品 那这段时间的话 我们主要做了三件事 首先的话我们正在努力 创建一个产品社区 鼓励用户 开发者来提建议 通过大家的建议和想法 帮助业务和用户 快速接入我们的产品 第二的话 就是打正社区 吸引更多的贡献者参与进来 在最新的成员招募中 活动中的话 我们收到来自员工的R9的申请 最后的话做个总结 首先的话 开放的氛围和灵活的管理方法 对于内源项目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的话 要改一做内部开源 不要担心项目没人参与 对于开发者而言 参与内源项目 可以帮助他们送付技术战 提升内部影响力 所以做好运营工作 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项目 这样的项目才会越做越好 好的 这是我分享 希望对各位的工作有所启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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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